大家好,大家有没有见过将一座房子建在一个洞穴之内 我现在就是刚从里面所走出来 在将军干州的一座西山里 它是一座古寺庙,就是为通卫寺 它这里也是唯一树这绵延树石里的丹霞风貌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通天岩 在整个干州是有两座通天岩 有一座就是我们上个视频所拍摄的张控通天岩 那是为一个摄影景区,这里就是为新国县 这座寺庙它因为是建在整个的崖穴之内 所以和我们以往所看到它的布局 一个纵向布局是不一样 它是为一个横向布局 在这里中间就是所谓大雄宝殿 这整个洞穴它是面积很大 而且里面很深 现在我们来找一间这里面没有佛像的房子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一间 它这里只有在这个中间 七堵墙,包括很多的带佛像的佛塘 里面户壁都是没有后桥的 都是一只山体而建 在这里可以很好的看到 现在应该是为一个杂货间 整个山体都是为这个红色 之外这里应该也是为冬暖夏凉 我们在外面所看到 它这些房子和正常所看到是一样 都是为正常建造 只是是建造这个洞穴之内 在下面还有一间 哇,因为呢 山体是不规整 它这间是向下的 像一个地下室 很黑啊 但是在这里肉眼可以看到 都是依这个3D形式所建造 这是观音殿 前面的呢就是为三门 在这一处是没有建房子 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这一座寺庙呢 虽然现在看起来 它很多建筑呢 是为现代所修建 但是它的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 最早呢是在这个唐代 竟然有这个寺庙的记载 还有呢 在当时 壮人宰相文廷祥 当时就来过这里 相传呢 在当时他将一些遗孤放在这里 这里面也是有佛堂 像一个地道一样 做了砖 砖柱把它撑起来 这一处的通天岩 它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它的山体之上 大家看 这个纹路 特别像这个龟背上的纹路 像一只大乌龟 它这里景色也是非常棒 我们在这里所以看到它的形状 还有它颜色 都是天然所形成 再对过我们看到这个山体啊 如果离境所看 它上面有些细小的纹路 特别是相知巨蟒的鳞片 所以呢 这里像一条巨蟒的一部位 细尸极恐啊 这古代的很多寺庙呢 它都是建在这个山上 你像这里呢 建在这个洞穴之内 它也是为一种精髓 在走进里面 它里面的温度是特别的舒服 在这里向前所看 它这景色特别棒 群山环绕 现在我们在这里来航拍一下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景色 飞跃丛林